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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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友友大家好 最近这几天都在忙着整理邮票目录 今天把2017年的邮票发行量、市场价格 还有升职前五名的资料都整理好了 那今天先给大家分享 2017年中国邮票的升幅排行前五名 这个是我目前正在整理中国邮票目录 大概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全部整理完 最近这两天把边联邮票的信息全部整理完了 目前还缺发行量还有市场价格 这些信息还没整理完 发行量和市场价格信息这些 整理到2017年 2017年之前到92年这些呢 就只是把发行时间和一些基本的资料整理好了 其他的还没整理好 再陆续整理 希望给喜欢机油的朋友能够有一点帮助 我们回答去看2017年的邮票的排行前五名 2017年的邮票总共发行了38套邮票和小银章 最小发行量是50万美元 最高的一套面值是13.2元 市价最高的一套是15元 涨幅最高的是1.17倍 那我们看看这个前五名邮票分别是哪些 第一名的是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邮票 两地共同印制的小圈章 它的发行量比较小 是50万美元 它的发行价格是12.8元人民币 目前的市场价是15块 涨幅17% 我们欣赏一下这套邮票 2017年的邮票基本上前五名里面 都包括打折的 这套邮票是中国邮政发行的 但是跟香港邮政发行的是一模一样 只是编号不同 A字编号是代表中国邮政发行的 但是它这里面有一套邮票是香港的面值 一套是中国的面值 所以说这一套邮票是纯粹的收藏意义的 使用价值 你在中国大陆这两枚用不了 你去香港这两枚用不了 所以这一组邮票没有什么使用价值 纯粹的收藏价值 第二名我们看看 第二名 第二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邮票小行章 它是一枚 2017年8月1号发行的 发行数量1279万 比现在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 面值6块 目前市场价6块5 微微涨幅8% 看看这套邮票的图案 这属于政治题材的邮票 所以政治题材的邮票大幅下跌的可能性稍微小一点 我们看第三名 去到这里 第三名 中国共产党第19是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一套两枚 19的 那就是2017年 今年2022年5年了 准备开20大了 10月份开20大 发行数量2,098万 面值2块4 市场价2块3 第三名已经是跌破面值了 这个价的 这是2枚 6票 这是49大的 6票 这是第二枚 第二枚是人民英雄纪念贝 不忘初心 第四名 第四名是一带一路 2017年5月10日发行1800万 面值1块2 市场价1块 还打8折 长波轮动 这个是一带1路 2017年10日 1块2都打折 哎 这算是一位 当然没多大折 发行量太大了 然后第五名 2017年31 北京冬奥会会和冬禅奥会会 一套两围 面值2块4 发行量也是太大 一千十二十七 七七折 这两个票 仍然是大折 北京冬奥会 北京参奥会 这就是2017年整个邮票的 升幅前五名 竟然是只有两枚是 只有两套是升值的 其他都是贬值的 两套中还有一套是属于联合发行的 因为发行量比较小 50万的发行量 所以还保住发行价略有升幅 所以中国邮票这个市场 看来还得好几年的探底 好,今天的邮票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订阅 也欢迎大家浏览我的邮票目录网站 网站的链接我贴在视频的下方 谢谢大家,再见